這次松夏議員的前秘書 雖然是以詐騙日本政府輔助金的罪名被逮捕 但主要原因是他從事了中共秘密警察活動 松夏議員本人也可能參與其中 根據警方相關調查和訴訟文件顯示 被逮捕的兩名中國人均為中共的海外警察成員 其中一名曾擔任日本參議院議員 松夏新平辦公室的外交顧問兼外交秘書一職 外界猜測 中共特務已經滲透到日本國會 而日媒罕見的實名報導 與中共特務有關聯的國會議員 反映出日本警方已經掌握了議員與中共往來的情報 這些親中派明確為中共代言並進行政治活動的議員 甚至是比較可疑的議員 他們的情報都已經被相關機構掌握 白川思議員再次分析指出 中共特務對日本具有影響力的人物進行滲透 其目的就是將其拉入自己的陣營 中共警察活動的主要目的是 去影響政治家或者經濟人士 或者說他們將其變成自己的支持者 再拉入自己的陣營 並像間諜一樣利用他們 這些警察據點不僅位於秋葉原附近 而是遍及全國各地 但設在首都 特別是千代田區 對他們來說尤為重要 因為這裡是日本的政治樞紐 2月27日 日本內閣通過了安全審查制度的一項法案 該法案是為防止日本高科技機密洩漏而推出的 法案中規定 只有國家認可的有資格者 才可以接觸經濟安全領域的重要信息 並事先記錄當事人的個人信息 如果洩漏重要機密 將受到處罰 該法案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反間諜法》的作用 如果該法案能夠正式出臺 將可以對在日間諜以經濟安全保障為由進行取締 根據西班牙人權組織《保護衛士》披露 中共在日本共設有兩處海外派出所 據悉 日本警方正在對東京都內的中共海外派出所 進行徹底調查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清水民子 許婷 日本採訪報導 請進行徹底調查 請進行徹底調查